好,下面我们继续来讲log,loginput,是这么回事 在工作当中 这么说吧,在工作当中我觉得你能够 这种debug确实是不太容易 我也承认,就是工作当中如果说,当然一般来说有时候 你在CCI考试的时候,有时候考试的时候可以用这个东西,没有问题 考试的debug特别开 对吧,但工作当中有时候确实 不太可能让你能够开的东西 debug 特别是这种 IP packetdebug的这种 IPTCPpacket的这种,就算你开可能你也会看不太清楚 OK 那这个时候呢,你也可以用 用匹配列表的方法 就有时候你也可以 用更加 简单的办法,比如说你不要用debug,确实有点 有点多啊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用这个 你可以写个列表 这个列表可要小心啊,非常非常小心啊 你要 permit tcp any any eq 808 是吧 然后呢 一定要记住,一定要记住默认是permit ip any any 你不挑 permit ip any,挂上去就完蛋了 这个要小心 好挂个列表 好,那么permit一下,你要 想匹配的这种流量 permit的所有 挂的接口 这个时候你可以再来一遍 这个没有debug了 这个 这个应该是这个 OK 可以解 这样的话也能够说明 至少能够说明你的流量 是过来了的 是吧 这样的话依然能够 确认这个流量抵达这个地方了 反复啊,我今天反复在说单向流量的问题啊 就能够说明这个流量其实已经抵达这个设备了 当然,可能有些人还说 那么自己抵达了,但是是我这个抵达的吗 他不一定是他抵达的吧 OK,因为你是 any any 好,这个时候有办法 nose 10 好 OK 这的话 有这个log的话 你就能够看到 他的这个 体面向确实是你这个地址 过来的 流量 OK 当然 有几个问题 首先 这个信息 你在console 我现在是console登陆的 所以说我看得到 可以解 如果说你是 Teller登陆的 你就看不到他 那如果Teller登陆 我可以简单解释一下 如果说你Teller到这个设备上 你想能够 像刚才一样 实时看到这个信息 你可能要 敲 Terminal Monitor 我这样 我直接给你 比划一下,这个简单的小字连啊 我们debug 简单了解一下这个小小字连 有自己信自己 按理说 我debug了 我自己信自己 应该有debug信息吧 你远程登陆是没有的 你需要 TerminalMonitor 简单了解一下这个小小字连 OK 你要远程登陆到一个设备上 远程登陆到一个设备上 你要去 debug 应该说 你要看debug 那么你必须要敲这个TerminalMonitor 才能够看到 debug信息 在这的话 这些debug信息才会送到你的VTY的 线路上 ACL对岩石 其实现在的 现在你能买到的斯科网络设备应该不存在的 应该不存在什么岩石的问题的 这是一个小问题 然后好了 有些人说 这种实时的信息 我可能没有 没有时间 那个立即到上面去看 那你也不用担心 你也可以这么看 修login 看一下啊 你也可以玩这个 修login 这样的话 你可以直接看到 在本地 缓存的 在buffer缓存是内存 内存里面 buffer里面 缓存里面的 日资信息 但你要知道这东西重启就没有了 当然路由器也不应该经常重启 你看 依然能够看到 你所错过的那些 日资信息 修login就好了 你会发现默认 这就是有 有debug 就全部的都会 缓存起来OK 好 当然如果说你这个东西特别多 很有可能这个空间不够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稍微改一下 给它翻个背 因为这个缓存可能稍微 大一点因为 你如果说它是覆盖的 如果容量它超过了就会把老子给覆盖掉 那如果说你可能 日资特别多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把它这个缓存空间放大一些 它会存的更多一些 所以那个log 你可以在console里面看 可以在vty里面看 vty里面看要terminal monitor 在本地也可以看 你要去激活日资要适当的调一下buffer 可能它会被冲掉 OK 这个东西 好 再了解一个问题 这很多人其实也不太理解 这个确实是又有了 是吧 你看你再来一次 比如我停下来 这个设备 这个设备啥毛便 我知道了 这是 这是TCP确实有这个特点 ismp 绝对没有 我给你带个ismp的 我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 我们再来 106 比如说 5 permit ismp any log 这个 我们看一下 我们就要看log 这个log都没有 是吗 我是没有敲了 敲了 这应该是log吧 这不是 这是这是log 这是log好 有log吧是吧 有吗 没有吧 为什么 为什么会没有log 你看我一直在骗 log呢 怎么只有一个 好我来给你解释一下这个log的问题 log就是这个效果 正常情况下 我给你解释一下 正常情况下 任何一个绘画 是任何一个绘画 比如说我画一个绘画 换一个绘画 换一个绘画就有了吧 好我来解释一下啊 这个log的东西跟debug不一样 所以说你log可以经常用 但是你debug最好不要经常用 log是这样的 任何一个绘画 原目 TTP有原目短口号 这叫绘画 第1个包 会有日子 然后 短时间就没有了 那有人说多久才会再有呢 5分钟 5分钟之后 他会告诉你 这个绘画202.1白点 23.2到10.1.1 这个绘画在5分钟内 一共有多少个包的匹配项 你理解吗 就说 再随便啊 认了一个绘画的第1个包会有日子 然后这个绘画 这个绘画就没有日子了 等5分钟 他会对5分钟内所有的包的匹配项做一个汇总告诉你有多少个 理解 好 所以这个不是 不是 我怎么就没有反应了 这个怎么回事 就没有反应了 但你会发现这个日子一直在 提高 但是居然就没有日子 你不用担心 他就是第1个会有 后面会等5分钟才会再有 理解吧 OK 所以这种log一定要了解 他不是这种 debug的 debug 即时的蹦出来 log是每5分钟 第1个会立即有 每5分钟会给你做一个汇总 这叫log 好了 这个大概可以理解 有时候你可能会用一下这个 你可以及时看 你可以在修log 这个里面 缓存里面看 也是可以的 好下面呢 我们又来聊另外一个问题 log input log input呢 我需要在这个环境下面来做 我要在 这个环境又起动了 在阿森这个位置 我来做一个log input 给你感受一下log input是什么玩意 我来发现了 好 我来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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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我来发现了 我来发现了 这个 感受一下LogInput 感受一下LogInput 这个时候关键是我的R2和 Redirect都可以拼是吧 那么R2来拼一下 其实也不用R2 R1吧 继续拼 我们的Redirect也可以拼 看一下 这个LogInput跟Log有什么区别呢 重要的区别就是这个 什么叫做LogInput 就是说相对于Log 普通的Log而言 我会多一个信息 就会多一个 Input方向的 接收接口的信息 你看 我就能够 在这个日子里面体现出来 说这个包是 以太 以太网0-0进来的 而且那个Mark例子是什么 这个Mark例子有问题 哦 是一样的吗 哎 我好像居然会一亮 不应该也一样 这个怎么可能是他的Mark例子呢 这好像是这个这个设备的一个问题吧 1 1 再用他骗一下 哎怎么骂你是不是一样 这个确实是一个bug 这是 2过来的 是吗 我知道为什么了 这个不用着急 不用着急 我再来一个 我大概知道是为什么了 这应该就好了 这个Mark就对了 我来给你重新来 这个 重新来可能不好来了 因为他五分钟之后才会再来啊 我给你解释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 会有 进接口 和 和 和 语言Mark 请对这个Mark例子是什么 这个Mark例子是 进入这个接口是一个二声的针吧 有以太网头部吧 这个以太网针头部的语言Mark例子 你解释什么 有人说这个 这个有意义吗 有意义 首先他能告诉你这个接口进的 而且还能够告诉你 这个接口的 哪一个上游设备来的在随便啊 这个接口进的 而且我能够告诉你 是这个接口 因为 像这种 以太网网络 那相当于 其实我有好几个上游设备吧 是哪一个上游设备 把那个针封装过来 进入我的这个接口 这个Mark例子再 说一遍 这个Mark例子能够告诉 他的上游设备是谁 那么这个上游设备就是他 这个上游设备 就是他 看到了 能够看到 不仅能够 能够记录这个是什么协议什么圆什么目的什么协议而且能够知道入接口和这个入进入我这个接口的时候 原Mark例子 原Mark例子体现出来上游设备 你解 有些人说 上游设备的信息 有用吗 当然有 这是一个安全问题 是这样的 你想一个问题啊 比如说 这是 这是一个运营商 这是一个server 然后这是一台录录器 然后呢有人不断的在攻击里的这个server 不断的在攻击里这个server 不断的在攻击里这个server 理想了解 这个攻击 是从我运营商的 路由器一进来的呢 路由器二进来的呢 路由器三进来的呢 可能有些人就会就有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难道吧 就说 有人在攻击我的路由器 在攻击我的 服务器 我想在中间这个路由器上来发现 到底这个攻击 是从 路由器一来的 还是路由器二来的 还是路由器三来的 有些人说很简单啊 查路由器表啊 对吧 他是x来的 不可能 为什么呢 攻击是伪装IP地址的 攻击都是伪装IP地址的 查路由器表是没有意义的 在这边攻击都是伪装IP地址的 你这是x 比如说x172161点几的 你查嘛 查路由器表给我查出来看看 没有意义 查路由器表是没有意义的 那这个时候请注意 你完全就可以在这些接口上面 做这种Log Input 当然可能不是这种 可能不是这种网络 比如说这种交换式网络 这种交换式网络 这么接的 那在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在这个 在那个路由器的这个入接口上 做一个 这个Log Input的日子 这儿的话 你就能够知道 这个绘画被匹配了 而且能告诉这个接口匹配的 而且能够告诉你上游设备是哪一个 骂个例子 就能找到上游设备了吧 理解 你就知道是哪个入口进来的 所以说 这个Log Input能够让你在特殊情况下来对 来对它的 入接口进行反向追踪的时候其实是有用的 你见吗 因为你要了解 比如说 比如说你在排搜的时候有什么用 你要知道 路由环境不是划山一条路吧 它有可能会绕 就是说 去完一个目的 它有可能会从两个路径进去 有意思吗 那这个时候你比如说你想说你要了解 到底这个包是从哪条路进去的 有时候用Log Input来找到上游设备 很有可能是有用的 你见 它是来 帮你找到上游设备的 Log Input 我们今天讲的东西不仅要讲现在要讲你怎么用 这个东西往往在 追踪 上游设备的时候用 因为有时候查路由不一定 因为路由很有可能是多路径 路由有可能是伪装的 这个时候你要去判断这个包是从哪条路径哪个上游设备来的 而且又是一个这种叫以太网的 这种 多路的这种接口 那这个时候用它 就能够看到是一个接口 而且知道上游设备的mark地址有人立即追踪到它是从这个设备来的 最终上游 上游设备的时候会用到它 好这是Log Input 咱们也算讲完基本上也是讲了一些信息好我们来进入最后个部分 我们先说是进入最终的 这个设备 这个设备